我们玩棍的功夫方面 传统的功夫来说 和电影是很大的分别 因为电影里最主要是画面靓 我们的传统要求 拳无三下法 棍无两下 但是如果你拍戏 只用这个招式的动作的话 肯定没什么人看了 因为一定要紧张 所以我打得要拍一声的 最主要看对方战我们的时间 我看他的位置 我想打他的手 还是要拿他的命 因为棍之中 有杀有战 如果要打那些位置的时间 通常很多时候 是要打首位 因为他拿棍一跌棍 这样他已经没有了 如果真的狠对方也狠 真的要拿那些后位 小烟位和下阴位打下去 有些比如我想怎样打他的脚 他就功过不了 所以棍之中 永远那天要走的步赢 配合的新赢